利用电镀技术让薄驴在蜡烛上包模 银亮的蜡烛再上期立刻多了观赏价值 因为蜡会热胀冷缩 要品质稳定得掌握冷热天的膨胀系数 陈国胜花了十多年研究 秘密藏在两座配方里 说膨胀系数不行的话 你今天很好 膨胀系数也会气泡 但是气干的话 它不会生小肺子一样 你气不干的话 两个月它会生气泡出来 就是你品质不好 严毕称品质 陈国胜说自己一路走在技术前端 73年开始做艺术蜡烛 还有蜡响娃娃 也曾经辉煌一时 没想到大陆教科站 外销订单一系归零 他们一开始说台湾大家都很便宜 我都大陆便宜没做 大陆不一样啊 他说便宜啊 他跟我讲讲 那么对不起 那就便宜找便宜了吧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电子蜡烛 你外加点一下看不到的 色彩冰 多数是拿来当百事吧 很奖哦 后女攀都有 很漂亮会让人舍不得用 你不舔我就没有争议吧 用新产品找新商机 把工厂转型DIY教学 他也研发LED蜡烛 延伸更多触角 乐观看待低潮 我们也是说经济问题的过渡时期一样的 那现在我们搞我们的材质 连弄出来 以后 景气好一点 我们就有机会赚钱了 陈老板相信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在人生的相跪土地 他以积极的态度 更多角化清零 等待土货的机会 你很奖哦 开人不搬地用 很奖哦 开人不搬地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